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 好漂亮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主要藏物叫做枇杷 它歷史有60多年了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小孩子長大的 那時候就有枇杷了 所以說它日夜累積的經驗 大家還會照顧這麼好吃的水果 像這個整串紅了 我們就可以整串剪下來 但是像我們剪的話 我們會矮化一下 改天它還會再長起 再開花 結果才不會太高 頭櫃這邊或是說台灣的枇杷 它主要是在夏天開花 那它在夏秋的時候會開始結果 那它在秋冬會開始採收 尤其我們頭櫃這邊提拔 那在冬天春天就採收 我們春天就採收完了 對 所以它的產機會比較少 那我們從開花到採收完畢 它會歷經夏秋冬春 它歷經四季 對 它的產期算是非常的長遠 對 像這種的 像這種的 可能還要半個月 這樣會紅 像這個 像這顆 可能還要一禮拜 這顆才可以煎 這排魚皮 七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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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四百才煎完 所以說魚皮 我們沒有開放 讓人家的管理就是這樣 琵琶它其實營養價值很豐富 它除了各種果糖 葡萄糖外 它還有維生素 ABC 礦物質 銀甲 鐵 鈣 當然它的β胡蘿蔔素 是所有水果中排行第三位的 可以說是營養價值非常的豐富 像這排 這排就有三顆 有三顆 有蝦蝦的 蝦蝦的 蝦蝦的 這裡就有海去 這種的 我們就是拿來做 魚皮皮煎 料 做魚皮膏 就是這種的東西 不是海的 總共可以吃 在希望廣場 常常遇到外國人 但是遇到香港人 來 他吃到我們的 琵琶 他就很開心 因為他說他在香港 不曾吃到 那麼好吃的 琵琶 因為我們琵琶的特質 就是說 好剝皮 肉質細 入口即化 有琵琶香味 他買得很開心 然後他去年來跟我買 買琵琶 他還跟我說 喜小姐我明年還會 繼續來跟你買琵琶 非常好的DIY 我第一次來這個 希望廣場 我覺得 放上今天這個唱話 我覺得 很棒 非常開心 在台灣來 我非常開心 金色的琵琶 戰不戰 戰 台灣的琵琶 戰來了 我記得 想要看 那些人 有充分